昨天地球水中国公益项目慈善晚宴盛大开幕 著名演员朱亚文 吕颂贤 赵紫棋 左小青等纷纷应邀出席站台 而在一众嘉宾中 如今最受关注的大概要数吕颂贤了 其在烈日酌心中的精彩表演 可是被赞丽娅邓超 段奕红 郭涛这三位影帝 不过对于大家的夸奖 吕颂贤却表示内心是复杂的 其实关于这个夸奖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观众跟他朋友去看那部戏以后 还跟他朋友说 那个演员是不是真的gay来的这样子 我就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说起这部影片 有一个画面不得不提 那就是吕颂贤与邓超的亲吻戏 小酷可是十分好奇呀 两个直男拍吻戏 现场到底会不会尴尬呀 然而不问不知道了 一问吓一跳 感情 人家在拍吻戏前还接受了专业指导咧 其实拍的时候还好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去进行这场戏 而且我们还有特别请了一些同志的指导 作为我们的技术向的指导 还有那个心理向的指导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拍的时候非常顺利 非常专业的 我们一条就拍好 又不全一乐 吻戏一条过 才叫真专业 北京报道 昨天地球水中国公益项目慈善晚宴盛大开幕 著名演员朱亚文 吕颂贤 赵紫棋 左小青等纷纷应邀出席站台 而在一众嘉宾中 如今最受关注的大概要数吕颂贤了 其在烈日酌心中的精彩表演 可是被赞力压邓超 段奕红 郭涛这三位影帝 不过对于大家的夸奖 吕颂贤却表示内心是复杂的 其实关于这个夸奖我呢 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还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观众 跟他朋友去看这部戏以后 还跟他朋友说 哎那个演员是不是真的gay来了这样子 我就不知道应该开心还是不开心 说起这部影片 有一个画面不得不提 那就是吕颂贤与邓超的亲吻戏 小酷可是十分好奇啊 两个直男拍吻戏 现场到底会不会尴尬呀 然而不问不知道啊 一问吓一跳 感情人家在拍吻戏前还接受了专业指导嘞 其实拍的时候还好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角度去进行这场戏 而且我们还有特别勤了一些同志的指导 作为我们的技术向的指导 还有那个心理向的指导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拍的时候非常顺利 非常专业的 我们一条就拍好 又不全意了 吻戏一条过 才叫真专业 北京报道